為準則性規定 那麼 已經現在我們已經訂有中央 行政機關主租基金法 它就是根據憲法第三條第三項的精神來訂的 那既然訂了這樣的一個精神 你又把它火定掉 那這樣就不符合第三條第三項的憲法 修正條的意思 我們意思就是這樣 所以我們也覺得 不宜啦 民主黨 你講的我非常認同 就像 那個要宣併來調查 又要把他的 這個搜索權把它解除掉 然後有必要的話又要來搞搜索權 這個前後對照啊 這個第四七條 好像有一點很奇怪耶 是不是 那我再請教你 那個 如果 這個 他們可以要求就是說 跨院來配合調查 那你認為司法院有可能配合調查嗎 司法院喔 可以配合調查嗎 我剛剛有提到就是說 行政權歸行政權 司法權要歸司法權 如果屬於司法調查 當然就要回歸到司法 對啊 司法是獨立的系統啊 對不對 那你說 他可以配合來調查嗎 那促轉條例 第20條規定 對於促轉會的 處分 不符者 細項促轉會 本身喔 申請復查 那如果不 不符復查決定 即可直接提起 行政訴訟 那請問如果 直接 受調查的有關機關是 司法院 或所屬的各級法院 當發生 不符 促轉會 處分 時的復查 那循行政訴訟 這個途徑 會不會發生 求援啊 兼裁判的這種狀況 你認為會不會 因為這只是一個 它是一個草案嘛 所以很多的條文的內容 坦白講 是 還沒有經過 討論 的確有你講的 這種問題 確實是存在啊 將來在討論的時候 這些都會衍生 會發生 那你認為這樣的結果 促轉會 能不能取信 移民啊 你會不會讓人民說 感覺你這個 促轉會啊 是什麼公平正義 實際上喔 是不公不義 而且是有正義性的這個 這個法條 太多了 你的看法呢 所以我剛剛有提到嘛 就是 為了要促進轉型正義 可以從 現在沒有規範到的 一些法律 來努力 來制定 或者是來修法 那個 那個 檢民處長 其實促轉條例 不但是摧毀現在 現有的 憲政 法制 促轉會啊 更是不受 整個 尤其是 憲法節制的 這個憲政怪獸 那 我講民進黨操作這個 轉型正義 就是 已經如同 華國大革命時期的 雅各 兵黨 以公安委員會 實行 恐怖統治 促轉條例 但 但 不但是摧毀現在的 憲政法制 促轉會更是 不受節制的 憲政怪獸 這是我個人看法 你認不認同 我尊重 好 我想喔 我們很清楚的表達 謝謝 謝謝 好 謝謝 民主長 謝謝林委員 我們接下來請張宏路委員 主席 我請那個 檢秘書長 然後還有 請檢秘書長 我們法務部的李參士 請李參士 還有我們228基金會的廖執行長 廖執行長